台湾文旦策略联盟结合以全台追诱花的活动 结合了台南、台东、花莲以及宜兰四大文旦幼产区 轮流举办了诱乡花路跑的活动 第二场次3月21号将在瑞瑞乡登场 去年因为疫情而顺严的赛事 也冲击到了跑手的参赛医院 今年则是甩开了疫情 报名人数不减反征 有将近1200人报名 农会表示 今年的诱乡追花将准时登场之外 今年还加码办理了摩采活动 将会送出70寸的大电视 供选手们来摩采同乐 3月春暖花开 台湾文旦策略联盟结合了台南、台东及花莲宜兰 台湾四大文旦幼产区轮流举办诱乡追花路跑赛 第二场次将由瑞瑞乡农会接棒 将在3月21日如期登场 为了推广优质的瑞瑞赫刚文旦佑 瑞瑞乡农会率全台之先 开办文旦佑路跑比赛 让路跑好手能在充满又花倾向的赛道上奔跑 而第一届就吸引了将近1500人来参加 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防疫 顺延到8月文旦佑采收期来办理 也仍有近千人左右的选手参加相挺 而今年第三届则甩开疫情 报名人数不减反征 到目前为止有1100人左右的报名 看样子是没有受到疫情的关系 大家也是很踊跃的参与 瑞瑞乡农会第三届又乡追花路跑赛 3月21日准时开跑 根据统计 总共约有1200人报名参加 除了以文丹佑等在地农产作为完赛礼品 另外农会表示 今年还加码办理摩采活动 将送出最大奖70寸的电视工摩采同乐 让参赛选手们把大奖报回家 记者是日蓝瑞瑞采访报道